12月温馨感恩的月份 光复乡公所特别办理了 欢庆十有位歌响宴的活动 邀集了乡内八个部落文件站 共同的来参与 各个文件站也设摊展授 部落特色点心和手工艺品 来展现这一年的学习成果 乡长林清水也和长者一起歌舞同乐 庆祝充满感恩丰收的季节 除了部落传统饮食的品尝 光复乡公所马站欢庆十有位歌响宴 月音同欢时 各个文件站的长者轮番上台歌唱舞蹈 严厉邀乡长林清水上台同欢 全场不分彼此 随着音乐舞动欢乐气氛渲染全场 光复乡公所在泰巴朗红糯米馆举办马站欢庆十有位歌响宴活动 集合乡内八个文件站联合成果展演 各文件站设谈贩售部落特色点心与手工艺产品 欢庆充满感恩丰收的季节 吸引大批长者齐聚一堂同情同乐 乡长林清水表示 文件站长者代表智慧的传承 社会人口老化的议题也不容忽视 乡长所平时除了阶级协助改善各文件站 包括公测无障碍播到等等的内外设施 也让文件站的长者有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